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今天重点关注上海的新冠疫情 总体的态势就显示 上海这一轮的疫情仍然在持续和发展之中 上海官方的应对 不管是疫情方面还是舆情方面 都显得比较的被动 至少说和从容有相当远的距离 上海的疫情防控还会有哪一些新的举措推出来 最后这一轮疫情防控的最终的效果又会怎么样 现在不只是说中国的舆论都在议论 整个西方的舆论场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这中间当然有焦虑的有彷徨的 同时也有人看热闹也有人说风凉话 所以很大程度上上海的疫情防控 已经成为了中国疫情防控的一个样本 一个观察的窗口 那就是中国的所谓的动态清零最后会走到哪一步 最后会呈现出怎么样的结果和样子来 首先就来看一看上海疫情的最新的数据 根据中国卫健委发布的信息 3月23日零点到24点 中国31个省那一共是报告了新增确诊病例 2054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是44例 上海占到了10例 那么本土确诊的病例是2010例 上海市占到了4例 此外3月23日中国报告的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是2829例 其中境外输入是107例 本土是2722例 那么在本土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 上海占到了979例 在全国就排位第一 中国卫健委3月24日发布了 刚才提到的这一组最新的数据之后 可以看到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 很快有不少的声音就冒出来 在质疑在批评上海的数字 涉嫌造假 为什么呢 因为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 真的是比较的高 他们认为这中间有问题 其实上海官方呢 也注意到了舆论中的这样的一些声音 此前上海官方的相关负责人 已经做出了解释 给出的原因中 至少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点 上海无症状感染者多 那是与上海的大规模疫苗接种有关系 上海新冠疫苗接种总量 已经超过了5500万剂次 2200多万人是完成了全程的接种 1100多万人完成了加强针的接种 那么这一轮上海的疫情 感染者绝大多数已经全程接种过新冠疫苗 所以免疫力在增强 客观上也就决定了 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会比较的高 另外一个原因 根据上海官方的解释 就是上海这一轮疫情发展下来 感染者的平均年龄是40.6岁 中位数的年龄是40岁 60岁以下的比例占到了84.5% 因为总体来说 感染者是中青年健康状况良好 基础疾病稍微要少一点 抵抗力要强一点 所以无症状的比例也会比较高 这是官方给出的解释 其实官方也委婉地回应了 互联网上的一些批评的声音 为什么由上海外溢的一些人 离开上海的一些人 在上海没有被查出症状 但是回到自己的故乡 怎么就突然成为了确诊者呢 所以这样的一种质疑 其实就是说在追问 上海的新冠的检测 是不是出了问题 在指标上 是不是有了一些可以调整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 上海官方的说法就是 他的疾病是会发展的 有部分无症状感染者 会表现出临床的症状 从而就转为了确诊病例 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其实在互联网行之所以 有这样的一番 你来我往的攻防 根本的原因 还是说上海的疫情 已经大幅度的外溢了 根据3月24日的最新的消息 上海这一轮的疫情 已经外溢到了中国的 15个省54个城市了 所以那被感染 或者说被外溢到的 这样的一些地方 普通民众也好 地方的官员也罢 那心中当然是有意见和看法的 比较突出的是 安徽省委的一位常委 最近就有一番发言 其中就强调 苛求没有疫情输入是难事 管住疫情不外溢才是本事 虽然这一位常委 其实是在安徽省内部 说这番话的 未必说一定有所指 但是不少媒体自媒体 普遍做了解读 认为针对性还是比较明显的 接下来就看一看 这几天上海人 上海的常住居民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相关的段子 其实比较的多了 比如有一条 家里实在是没有新鲜的蔬菜了 所以不得已去小区里挖野菜 结果吃出问题来了 被120拉走了 真正假假 叙叙实实吧 所以它体现的还是一种苦中作乐的姿态 但是这个苦已经是没有办法 被官方给回避掉了 从3月23日开始 一直到3月24日 互联网上有另外一则帖子 非常详细也非常的长 这个可以看作是上海人的一个新录的写照 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一个上海居民的新冠记录 那么他自称是一个对上海执政有长期的信任与认可的人 他就讲述了自己作为无症状感染者确诊之后 他的经历 以及他的妈妈被拉到医院的相关的经历 这篇文章已经在互联网上被删除了 但是很多人做了大量的截屏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快速的就分享一下 这位网友如他自己所说 是一位无症状感染者了 但是还是被拉到了隔离医院 到了隔离医院的第四天 他一直没有见过医生 护士也没有来过 没有人给他们做过任何的检查 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投喂三餐 也没有发过药物 没有发过消毒用品 没有发过防护用品 但是他们的身份证信息 登记系统之类的文件 却被反复要 所以显得很琐碎 他们也不耐烦 那么这位网友还特别提到 自己63岁的妈妈患有糖尿病 就被安排去了另外一家医院来进行隔离 结果到了隔离医院之后 却被告知没有床位 要住只能住走廊 而且转运车也不会来 就是说这位妈妈不满意 她也没有办法又被转运到别的医院 那么到了转运医院的那天晚上 她的母亲体力不支 也只得在走廊上过了一夜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的陈述和介绍 但是引发了巨大的共鸣 当然了 这样的一篇文章能够成为所谓的爆款 并不仅仅是因为前面提到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和故事 更大的可能还是因为她分享的几个看法观点 那么这位网友她透露出来的观点 可以理解成为她是支持精准防控的 就像上海作为模范生之前的一些做法 那么她对眼下的防控的层层加码 一些资源已经被滥用掉了 她是不满意的 这几个见解非常的有见地 第一点就是她质疑 说将成百上千 本无需要去医院治疗的轻症患者 或者说无症状感染者送进医院 会不会造成变相的医疗挤兑呢 她就特别提到像华山医院和瑞金医院 这样级别的医院 更该做的是化疗血透这样救命的治疗 她很好奇那些原本的病人去了哪里呢 此外她还特别强调 她自己是作为无症状的感染者 那么其实呢 与普通感冒 她自己说区别不大 但却要经历连续不断的电话轰炸 与亲人的分别 工作的停顿 未知的隔离 忽冷忽热的环境 陌生人的混住 得不到满足的用药需求 不定的归期等等 所以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她问还有多少人可以只是无症状呢 这位网友还特别强调 精准防控 在基数小病毒传染弱的时候是无免之亡 但是当今上海疫情涉及面这么广 病毒传播变得如此轻易了 在这个情况下 是否可以将大量用于追索 踪迹再排查的资源 缓一缓投放 同时是否可以把用在 无需治疗的 无症状上面的资源 给她释放出来 是否可以给当前的社会疫情 给她减减压 这位网友在长文的最后就强调 他说他怀念那个高效 节能 大气 实在 让人感觉安全的上海 这一位上海的网友 其实他点到的最核心的问题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到底是如何来应对 轻症感染者和数量越来越多的 无症状感染者 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高 不只是说在上海 其实在吉林 早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吉林的无症状感染者 和轻症患者 占到了95%以上 那么根据中国卫健委 最新版本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对于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 事实上是放到隔离点 进行集中隔离就可以了 隔离点包括像方舱医院 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设施 配备基本的医疗人员 做一个日常的监护 这是卫健委最新的方案 那么在上海的实践 根据上海卫健委主任 吴敬雷的说法 目前还没有参照 卫健委的要求 或者说建议来做 还是把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 往定点医院去送 那么这么大比例的 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 占用到了医院 哪怕只是说 最基本的床位之后 毫无疑问会挤压 正常的一些看病的需求 其中也包括一些 癌症的患者 回头看这篇网文 它的一个价值之所在 就是说 它点名了上海 现在也是左摇右摆 专家层面 技术官僚的层面 是说要精准防控 但是到了具体的一些措施上 有的时候看上去层层加码 甚至连中国卫健委 明文的一个规定 上海方面把它兑现起来 说还要再等一等 看一看 同样看到了上海 现在在决策层 在实践的层面 左摇右摆的人 还有张文宏医生 张文宏在3月24日 北京时间凌晨 又是两点多 又透过社交平台 发了一篇一两千字的 非常长的微博 表达了他对这一次 疫情的看法 特别是对疫情 要采取哪一种防控方式 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那么张文宏写这样的帖子 理论上不是说 作为华山医院感染科的主任 来发表见解 更大的可能 还是说借助他的身份 上海市新冠肺炎 诊疗专家组的组长 他希望能够贡献更多的智慧 至少说他表现得很直接 他愿意来谈 张文宏医生谈了什么呢 最直接的一点 现在中国大陆不少官方媒体 3月24日也重点拎出了他的这一句话 来做标题 就是今后的抗疫 维持生活的正常化 应该放到跟动态清零 同样重要的位置 张文宏就特别说了 现在很明确了 有关方面看到了这些问题 也直面这些问题 新冠抗疫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不能就抱着 咱就是不过了 也要把病毒弄死的心态 要既控制好疫情 又保障居民生活 保障就医通道的畅通 同时还保障民营小微企业的生存 他说 这些将成为上海抗疫后一个阶段的重点 抗疫尚未结束 但生活还要继续 他还对上海的做法 进行了简单的总结 上海这一次战役不搞一刀切 希望在尽量无疏漏筛查的同时 能够最小化影响生活 肯定是非常不容易 也难免会不顺利 但也正显示了 我们绝不肯走抗疫回头路的决心 所以他这话 于无声处起惊雷 一般的分析也认为 其实这是张文宏 他作为与病毒共存派的 又一次对外的宣誓 确实很多人赞成 很多人不赞成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一位上海医生 勇气可嘉 同时特别有必要议题 就是在3月24日 张文宏医生这一则微博出来之后 中国的左派 所谓的左派人士 又在社交平台上大集结 除了此前 一般的说法 与病毒共存 这是典型的理通 外国要搞垮中国 等等说辞之外 比较新的一个 所谓的论据 就是说 现在张文宏医生 在鼓吹购买美国的 辉瑞的口服药 他们认为张文宏医生 或者说背后的一些 群体组织 是中间的利益既得者 他们在推动 整个事情 所以呈现出这样的一种 氛围 那么就 目前的情况来看 张文宏医生 还是采取和过往的 一样的策略 就是不主动和 这样的一些批评的声音 直接进行 对抗 那么再回到 张文宏医生的这一则微博 可以挖掘和关注的内容 是比较的多 其实回溯 张文宏医生 在2022年 微博上发出的 七条帖子来看 这是他首次就提到了 中国的小微企业 因为在 这个疫情的防控过程中 小微企业的生存 非常的艰难 所以张文宏医生 等于是在 为小微企业发声和代言 此外 他还提到了 上海的疫情防控 采取的 主要的策略 就是滚动筛查 锁定重点 切断传播链 目前来看 上海是不会 改变这样的措施的 尽管确实有很多的争议 因为张文宏医生就强调 筛查的大数据 已经呈现了一个好的迹象 就是 非管控区域 全员滚动筛查的比例 占比是逐渐走低的 仅占总病例的10% 这预示 社会面的疫情逐渐受控 疫情的拐点 虽尚未出现 但形成拐点的条件 已经逐步具备 这是他对 上海疫情防控 措施 以及走向的一个 最新的说法 此外 他也提到了 在中国这个层面 疫情的防控 可能的一个新动向 他提到了 简单的说法吧 两个词 第一点就是 强调科学精准 第二个就是要反应 更加快速 要以快制快 才能够遏制住 奥密克戎的病毒 那么他也强调了 科学精准 他认为这个是 中国卫健委传达出来的 一个最新的精神 张文宏医生 还在最新的微博中 提到了香港发布的 疫苗的有效数据 他认为这个数据 是非常重磅的 其实这个数据 除了重磅以外 也是非常敏感的 中国大陆的媒体 过往几天 并没有比较直接 来进行报道 这些数据是怎么样的呢 张文宏医生 进行了介绍 他说 香港730万人口 共接种了 1270万剂的疫苗 两种疫苗 那指的是 中国的国产疫苗 和西方的疫苗 主要是复必泰疫苗了 可预防严重疾病 和死亡 两种都可以 那么在年龄 大于等于60岁的成人中 灭活的冠状病毒两针接种 对于重症新冠 与死亡的保护率 为74.1% 不如复必泰疫苗的 有效率88.2% 张文宏医生 援引这一组数字 还是能够看到 他作为一个学术人 或者说作为一个技术官僚 还是非常直接的 就是拿数据说话 也不兜兜绕绕 张文宏当然也特别强调 可喜的是 两种疫苗的三剂接种 可提供非常高水平的 预防重症与死亡的保护率 保护率均达到了95%以上 这些数据奠定了中国未来 走出疫情的底气 同时也可以看到 3月24日 中国官方媒体的一些客户端 在援引张文宏医生的 这一则微博的时候 对于他比较 国产疫苗和富必泰疫苗 这个数字 没有进行刻意的强化 其实这个消息刚刚出来的时候 香港的媒体认为也是一则重磅的消息 它就显示了中国灭活疫苗 和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相比 在保护率上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张文宏医生 那毫无疑问 他是上海精准防控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再扩大一点 他是中国希望精准防控 某种意义上也被解读成为 是与病毒共存这样一个派别的代表之一 那么作为技术官僚 他所说的话 他的观点到底能不能代表中国高层 至少是上海高层的态度呢 或者说多大程度上又代表上海高层的见解呢 目前就并不明确 最后再来看一看上海最高层决策层的最新的说法和做法 3月22日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市长龚正 就与国务院的联防联控第五督察组组长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继文一行举行了座谈 这个所谓的督察组 是由中国国务院的联防联控机制 在3月21日向中国的10个省这个级别 派出了10个督察组 主要的任务就是用7天左右的时间 要把各个地方的疫情应急处置 给他责任落实到位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么在3月22日的这一次座谈会上 上海高层的表态就是说 上海要言而又言时而又时的抓好 督察组反馈问题的整改措施 切实补齐漏洞等等吧 那么这个就是两个关键词 言而又言时而又时 那么到了3月23日的晚间 根据上海媒体的披露 上海市委常委会就举行了一次会议 也算是加班加点了 那么在3月23日晚间这一次会议上 李强的说法就是从言从谨从戏从戏从时 所以从文字上来比较呢 那与言而又言时而又时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当然具体在上海的防控的措施上 李强的概括就是要滚动筛查 锁定重点 切断传播链 坐实闭环 密支防控网 控好社会面等等 所以呢 普遍舆论所猜测的上海会近期内会有封城 那么至少透过3月23日晚间 上海最高层的说法呢 目前是还没有考虑封城 接下去到了3月24日 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 在官网上又看出了一篇文章 对过往一周上海的疫情的防控 进行了一个阶段性的小节 其中就特别提到了上海要坚持 坚持哪两点呢 第一是从言从始 第二是科学精准 所以还是能够看到上海把科学精准 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之上 这篇评论还特别就希望呢 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 如何让两难变两全 某种意义上对上海来说呢 是一道必答题 这篇评论也提到了 上海出了什么问题 就要抓紧去解决这些问题 包括比如说最近互联网上 不少上海网友都提到了 那抢菜非常的严重 菜进不了小区 尽管上海它作为蔬菜的供应 从源头上来说没有问题 但是这最后的一公里 现在已经被阻断了 所以如何来解决 这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如何来解决 普通的上海人 基本名声 公共服务 市场供应 等各个领域的考验 那么至少从这篇文章 这篇评论来看 上海的高层 还是看到了 目前有很多的问题 当然了上海官方 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是用嘴巴解决呢 还是用行动解决呢 上海普通人 自己也在观望 用一些上海人 在互联网上的说法 就是上海精准防控 做的最完美的地区 就是防控区 也体现出了官方的 目前的这种水平 这种实际达到的效果 和普通人的预期 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所以上海 如何在从严从实 和科学精准 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点 中国的舆论在看 西方的舆论也在观察 它很大的程度上 也会为中国疫情防控 中国的动态清零 怎么样来走 会提供一个 所谓的上海经验